大家好 上面我为大家演示一下 这款青叶排第一期的杠300是怎样操作的 收到机器呢 我们首先有这个机器一台 然后呢 过滤杯一个 榨子一个 备用锁扣两个 管子三条 这个不锈杠铁片 然后连接管 这个是外抽连接管 是抽那个保鲜罐的 这个可以 就是抽收纳袋的时候 或者是抽保鲜罐的时候用的 不用的时候我们把它放一边去 锁扣呢就是这两个地方 比如说以后用了半年 或者是一年快了 那我们就可以把底部的 螺丝扭开 以后把它换上去就可以了 这两个是备用的 铁片呢 这个铁片就是 比如说我们抽了 有油 有水 就是会堵塞 有粉末那一种产品 就是感觉它抽力没有那么足了 那我们就可以用这个铁片 给它 插在这个抽气嘴里面 可以给它通一通里面 随便插都没事的 这个 因为抽气嘴里面是密封的 不管怎么插都不会 对机器有什么影响 上面就是纤维袋 颜色上抽干阔是怎么连接的 机器后面有两个接头 抽干阔的时候就是没有油 没有水的产品 没有粉末的产品 那我们就用 短的连接管 把两个白色的接头给接上 接上之后呢 我们就到打开盖子 把这个给调好 这个是自动包装 然后我们就调封口时间 调封口时间 就是按这个最后一个设置 然后它就可以显示这个封口时间这里 按扎 它就扎上去 我们的带子呢 就调到4就可以了 如果厚一点的带子 又调到5 然后再按设置 它就会显示自动包装模式 它就会自动抽真空 抽到-0.8之后 它就可以自动退回去 并且完成封口 先来一道干扩 开关这边把它锁住 用手掌心锁住 然后再锁住 右边按暂停 暂停之后 把这个大米 里面的大米 小量的碰到这个不锈杠的抽气嘴 如果不碰到的话 它就会抽到这个带子 就可以抽不好 我们一定要把小量的大米 碰到不锈杠的抽气嘴 再按暂停 或者是设置这个键 以后让它自动抽 达到-0.8之后 抽气嘴会自动退回去 并且完成封口 现在再启动封口 现在再启动封口 听到它报警之后 就打开盖子 抽干过这款机械是很好的 然后就到这个定时模式 定时模式 我们就按一下这个真空包装 顺便显示的是抽气30秒 封口5秒 那我们要调它的时候 那我们要调它的时候呢 就按设置键 它这里就设定抽气时间 这样的快我们就可以 根据制止的产品 比如说我是抽一个面包的 只要抽5秒 它就可以刚刚抽好 不会抽扁 那我们就调到5秒 如果我们要抽一个鸡的话 因为鸡它是比较大了 那我们就把它调到60秒 我们可以根据季节测试一下 看一下 你想要抽的产品 要抽多久才可以抽好 就可以用这个定时模式 比如说我现在抽一袋粉末吧 调到30秒抽粉末 然后按设置 然后再按选择 按设置 按选择 它这里就变到封口时间这边来了 我们就按加- 就可以对这个封口时间 进行设置 就是定时模式 射打封口时间 然后调好封口时间之后 我们就按设置 然后它就会变回模式 有模式 这两个字呢 那就正确了 现在的是定时包装 就是定时抽真空 抽30秒 机器自动退回去 抽一袋粉末 抽有油有水的产品呢 那我们就要把杯子连接上了 把这根管子拔掉 用长的两根管子把它插上去 一条插一边 一条插一边 盖这个是支撑这个杯子的 把它插在这个地方 螺丝扭解 它就固定好 好 杯子放上去 管子插进去 一个孔插一根管子 盖子上面有两个孔 我们装这个杯子的时候呢 要把这个杯盖给它扭紧 如果不扭紧的话 它就抽不好 要把它扭紧之后 再操作 现在是定时模式 抽一袋粉末 抽粉末呢 我们就尽量把粉末放在袋子后面 先锁住左边 然后呢 用手在这个袋子的中间 给它搓一让 这样的话呢 就会袋子会起皱 起一条皱的作用呢 就是可以很好的把 空气抽出去 而它就不会抽很多粉末出去 我们搞好这个袋子之后 把它搞一条皱痕在上面 就是搞一条通道 让它抽空气出去 再锁住另外一边 这个手也不要放开 就让它自动抽 一边抽也可以 顺便的油一油它 方便它就是 有更好的 把这个空气抽出去 还有八秒 五秒 粉末呢 它就会过滤到这个杯子里面 不会直接到机器里面 封口效果 要看到是很完整的一条直线的话 那这一带是永远不会漏气的 如果它中间起了一个小皱纹 我们就可以把它放回去 按这个单封口 就可以把它进行单封口 单封口的时候就是两边把它锁住 这样的话就可以实现单封口操作 真空效果 真空效果 单封口的时间呢 设置的时候我们也可以按这个设置键 以后 根据你带子的厚度 以后中扎或是减小 这个就是单封口 设定这个封口时间 这边 现在又可以来定时模式 这点 然后三十秒 我们抽一代 就是有比较多的产品 笋拆类 是我们抽这个 比较大件的产品呢 最好就是用定时模式 先把它左边的锁住 带着这个地方搞一条皱纹出来 就是方便它抽空器 用手一搓搓上去就可以了 然后锁住 这些油什么呢 就会跟这个通道抽到这个过滤背后面去 然后把它拉平整 也可以按这个真空包装 可以让它提前封口 定时模式上可以进行提前封口 就是比如说我调的这个抽空时间太长了 我不要等这么久 我就按一下这个真空包装 它就可以提前退回去这个抽气嘴 打开盖子 打开盖子 真空效果 再试一下这个香肠 用自动模式 现在就是自动模式 它会自动检测 这个抽气达到0.8 之后它就会自动退回去 把袋子搞平整 一定要搞平整 要不然封口的时候可以容易挤揍 左边的锁住 像这个香肠呢 那我们就可以把中间的一根往前面 碰到这个抽气嘴 中间的 不要说传播 传播在前面的话 它抽的时候会很容易起重 所以我们把少量的产品碰到抽气嘴 然后把这边右边的锁住 它就开始自动抽气 达到0.8之后 它会自动启动封口 抽气嘴退回去 启动封口 效果 打开按一下打开按一下锁住 检查封口线 一条完完整整的极限的 跨台就不会说漏气 真空效果 液体 液体可以用自动包装 你可以用定时包装 把袋子套进去 先锁住 左边 右边锁住 锁住之后就按暂停 我们就可以随便调整这个袋子里面的产品 按暂停 液体呢就是吊起来 最好的块就是把它放在桌子的边缘 这样的块这个空气就传到前面来了 液体就在后面了 我们就按设置 然后一边游一边游一下它就是 让它吸这个空气出去 在桌子边缘 就是把这个产品吊上去 操作的话 会更好操作 而且抽的效果会比现在这个还好 因为我这里是平面的桌子 所以抽了之后里面还是有一点点空气 因为这个液体 空气是水是跟着空气走的 平面的桌 没办法把它完全抽干净 如果我们是把它随掉着 然后液体就传播到袋子的后面了 那我们再沾这样游着 就是把这个袋子皱起来 让它把这个空气抽出去 那然后我们再按这个单风口 按这个提前风口 那它就可以 只抽空气 不抽液体 可以达到这样的效果 在我们不用的状态上呢 就是要把这个抽气嘴把它放回去 按这个单风口 抽气嘴就会退回去 把盖子放上来 但是不要锁住 因为锁住呢 这个锁扣就正在处于工作的状态了 所以我们就是把盖子放上来就OK了 不用锁住 就关了电邮安 然后这个玻璃杯呢 我们看到它里面有油 有水有粉末 差不多到一半了 那我们就把它扭开 就把这个里面给倒掉 或者是再倒进袋子里面重复使用 都是可以的 如果是抽药材的话 药材液体那一种 那我们就可以抽到里面了 再把它倒出来再用 因为这个杯子本来就是食品值的杯子 感谢大家购买我们的真空机 后期在使用的状态上有什么不明白的话 可以过来随意联系让我们客服 让我们客服给你处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